那接下来的第五轮和第六轮的动作 对于这几位就是重点角如冠军的选手来说 显得至关重要 彭建峰第五轮就用109C 另外三位都是在最后一跳压轴来用这个动作 翻得很快 这个转速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折摆的节奏还是不错的 稍微有一点点的退板 转的差点 就是灯的高掉的快这一种 而且它的暴戏动作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动作细节 在小五轮 山东 到处之间 打开稍微开澡了一点点 所以肚水角度有点不够 走板踩的有点偏 翻腾有点着急 没有完全的蹬完这个起跳 跃上去翻 随时再来板上就像抱腿翻 所以它这个翻腾转速差 后四位登场的选手的比分 分锁已经被前面选手拉开了 像刚才柴小虎完成了五轮动作之后 才刚过三百分钟 下集结束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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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轮过后 曹元依旧是 接下来是王宗元 滕建峰 谢思逸 因为谢思逸的难度相较于其他几位选手要低一些